我一再强调 负能量有时候锁你 因为他觉得真的 你真的没那个福气 为什么要让你去唱吗 然后马上一谈 他必须他还要说yes 是不是 他也想不通 他正在气头上 他可能就让你不要来唱 有可能 是不是 他不管怎么样 你也要先想通 你不能随他起舞 是不是 他让你难过 你不能自己给自己难过 所以来唱吗 没有什么捷径 就叫做如法实修四个字 对不对 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真正做到 然后你再讲后面的结果 那就是浪费时间 白讲 白想 真的做下去了 你根本不用想结果 后面结果就会开始转变了 然后这转变中 你本来以为还要 人生还要苦那么久了 嘿 马上就变了 劲就赚了 好日子就来了 你说哎哟真的吗 不要觉得真的吗 还是假的 能够真的 务实的 这边的实在的input 它就会有实在的output 你根本不用太惊讶 这就是正常的物理现象 对等现象 那人生 你可以如此变好 社会就少了一份 负能量的这个发源地 是不是 社会少了一份负能量 每天在那边负能量 点线面 全部凑在一块 你就知道全世界每天可以少了多少负能量 所以 人的思维才不会大乱 你知道吗 像为什么每个人的思维中大乱呢 就是互相干扰 是不是 能量互相干扰 最后大家都忘了自己是谁 可惜 也可悲 那既然我们今天知道 在参马系统里面用好事连连 每一个你的努力 都会看到后面的成果 不求自得的情况下 让你惊喜万分 那不就结了吗 本来我们今天就希望得到好事连连 这些 你过去求不得的 过去什么什么什么 哎呀那些都是不好的 词语的 现在你都要翻转变成 另外一面了 都是好事好事好事 就是 欣喜若狂之余 要想着 今生如果有这个福分 能遇到这个系统 那为什么不用今生的能力 时间 让自己能够把自己给推上更高的层次 因为这套系统 深可以很深的 是吧 高可以很高的 所以问你 要不要提高一点 你一定要提高一点 是不是 要 要 对吧 对 现在你的回答 我都知道你非常渴望 是不是 是 既然如此 那我就跟你讲了 我们一直有种错觉 总认为这是将来的 是将来的错了 我今天从头讲到我讲到现在 就是要当下当下当下 所以当下 你就要想 我有什么东西没有 可以做没有做到 那既然今天 这一刻我当下 我当下可以做到 我已经想到了 那么是不是从此之后的 每个当下 我这可以做到 都可以做到 你这样的 你这样在其勉自己 你会发现 好事年龄 进步的这个 掌声不断 那人生嘛 有无限的喝彩 生命亮丽 精神没有所缺憾 所以幸福圆满 在社会上的发光发热 就是你我的直至